。 嗨大家好我是電結他受到咪肝音響 我也是Caf價音響 就是來自一個英國的品牌 我們之前有聊過他一款是無限的hifi音響 LSX 那它的外型的設計呢 跟我今天要講的 LS50 Wireless 2很像 但它們的定位呢 有一點點不同 如果你想要簡單的升級 就是小空間 比如說書桌前的音效效果好了 那你就選LSX 那如果你想要往上升級 或是如果你有聽招響樂啊 或者是古典樂這類的 磅礡音樂的需求 那就是選這個 LS50 Wireless 2 我今天呢 就還會搭配 就是也是同品牌的重低音音響 KC62 就是試聽給你們聽 好我知道我現在擺的方式呢 就是是為了拍影片 讓你們看 後續呢 就是如果有聆聽體驗的地方的話 就會是音響的建議擺發囉 來來來 我少了 先給你畫 看它的箱子 啦 沒事我只是想讓你們看一下 箱子佔據整個畫面的 樣子 箱子裡面呢 還有LS50 Wireless 2 FuFu的線材們 好像跟你們說 遙控器 箱子裡面直接就有負電池給你啊 我最愛這種小心思了 影響呢 是分左右升到一組一副 那它其實有出四種顏色 我這個是碳黑 你們看這邊 它那個花瓣型的導播器 這一區是古銅色的 很有現代感 那操控的面板呢 是在主揚聲器上 這邊是它的觸控面板 側邊呢都非常的簡潔俐落 那背後有非常齊全的孔位 主揚聲器的孔位呢 包括HDMI電視布 光纖 同軸電纜3.5mm 重置 主副揚聲器的配對 還有藍牙配對 主副揚聲器連接 SUB重釘 這個USB呢是只有維修服務用的 網路孔 還有AC電源 副揚聲器呢 這邊則是主副揚聲器連接 SUB重釘 維修服務 主副揚聲器配對 還有AC電源 底部呢 還有這個孔 可以裝它專屬的CATFS2 落地式腳架 但我是直接放在電視櫃上啦 那跟你們說重量 它單邊一個呢 大概是10公斤作用 非常的穩固 密度很高 你可以感覺到裡面的 內部元件非常的緊湊 然後跟你們說 盒子裡面有一張 快速安裝手冊 打開來試劑精簡耶 裡面就只有插點 然後連線下載CATFS Connect 下面這個是產品的保固註冊 按照APP的步驟的時候就完成了 步驟還真的是這樣 就是我裝完之後 大概不到10分鐘 我就開始聽歌了 而且呢 它是主動式的音響 所以你不用另外再接口打擊 因為它已經內建了 它主副的音響呢 預設是自動連好了 你不用特地再連 那有寫 PRIMARY這一台就是主陽升器 預設呢 是右升到就把右邊 其實我裝完之後啊 超少用遙控器的 我都用手機 大家可能會發現 就是我們講解或開箱過的音響 大多數都是無限的 因為其實對絕大多數的老牌音響來說 我們都算是新生代的數位原生族群 就是可能距離CD啊或是黑膠啊 有一小段的距離 我們聽歌最常就是用手機吧 最常就是用串流平台吧 你也是這樣子吧 所以如果是我們想要提升聽覺的體驗的話 一定也是希望可以架構在數位串流 結果我們已經熟悉舒服的環境當中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我不常用CAF的遙控器了 因為用手機的CAF Connect就好了 你來看它的APP 它可以調整項目很多 它可以直接當遙控器 那裡面的平台呢 從基本的Spotify到無損音訊的Title都有 EQ的調整也很細膩 我覺得非常適合想要徹底駕馭音質的使用者 你要聽歌的話呢 就直接在APP裡面選你我的平台 比如說Spotify的播歌 Apple Music的播歌 或是接上電視 看Netflix 看Disney Plus 或是在接上你的遊戲主機 把你買遊戲的錢 那個音效發揮出好幾倍的價值 但這些音樂呢 因為版權問題 沒有辦法直接給你們聽 後面的影片呢 會有你們可以聽的片段 在聽之前 你們有發現它的名字是 LS50 Wireless 2 2嗎 表示它有前一代嗎 那跟上一代相比呢 它主要有亮相性的進展 第一呢就是提升聲音的純淨度 六星的MAX技術 在裡面呢 會有一塊像是迷宮一樣的結構 它是用來消除就是各種頻率的雜訊 達到聲音的純淨感 第二呢 就是第十二代 KF獨家的UNIQ 通常啊 就是我們在聽音響的時候 就會去找它那個 甜蜜蝶嘛 或是俗稱的皇帝位 就是音響 音響 你 然後三者之間會有一個完美的距離 所以通常都只有一個人 在一個特定的位置上面 可以聽到最棒的效果 但是UNIQ技術呢 它是想聲音均勻的傳遞到空間中 這點我自己的感受蠻明顯的 就是我一開始啊 坐在我的理論上的甜蜜點的時候 我覺得跟其他座位上面 聽到的效果蠻接近的 一開始我就想說 這是我量錯了 這是我沒有坐在甜蜜點上 後來才發現原來KF他追求的是 每個位置都要填 一個寬闊的愛 我會用它來聽流行音樂的J-POP 或一些音樂的遠聲彈 那因為它雙聲道嘛 所以有些歌聽起來就會特別的立體 比如說那首Sings from Memory的Sing One Regression 它一開始那個鐘擺 左右聲音 非常的立體 原本呢只能在高階的耳機當中 才能感受到清楚的位置變化 但是用音響呢 也可以呈現得很細膩 真的是閉上眼睛 你就會感覺那個鐘擺就在你的面前 然後就聽著它的那個催眠的指示 就進入了這首歌裡面 除了聽歌之外呢 當然也會看舉它是英國來的 我們就來聽一點 英國口音的伯傑頓家族名門運勢 除了它的台詞啊 我覺得呈現得很有韻味之外 因為這不是以它的背景音樂 常常用交賞樂 所以用音響來聽 也可以聽到更多樂器的細節 接收更多的情感 對啦 就是前面講的 如果你想要加強重低音的話 一樣是KF家的KC62 Subwoofer 外型呢是走同一個設計的語言 也非常有枝幹 我自己是用有線的連接 就是拆一條RCA線到Primary 線接完之後 記得到KF Connect裡面選EQ的設定 一定要用APP設定喔 提醒大家 因為我剛開始用的時候想說 欸 重低音怎麼都沒有反應 試了很久才發現 哈 少了APP這一部啦 跟你們說喔 它一顆的重量就是14公斤 難以想像的沉穩 因為它一樣是內建的擴大機 你們知道我要移動它的話 只能用聲控的 就是 欸 拜託 可以包圍一下嗎 力氣太小了 它後面的端子也很齊全 讓你們看一下 看外媒的開箱啊 大家都是非常震驚於 它的表現驚人喔 體積居然這麼小一台 而且它是可以突破 一般重低音音響 就是通常我們是用來 比較單純的強化 看電影時候的音效 磅礡感啊 它是可以表現出 音樂性的重低音 在APP裡面呢 你就可以直接設定音響 還有重低音的表現比例 調整非常細膩 如果你很喜歡演唱會 就是搖滾區的那種 音效震撼力的話 你一定要聽聽看它 我記得我第一次 重低音全開 然後完整聽完一首歌 聽完之後呢 那個心臟的震動就是 後勁起碼在我身上 持續了10分鐘以上 你們也感受過的 就是重低音的一些頻率啊 它不是用耳朵聽 它是用身體來感受 再來有S50 Wireless 2 還有KC62 他們搭配的時候啊 我覺得除了外型很相稱之外 因為他們體積小嘛 所以其實位置也蠻能夠彈性的 配合你家裡的居家擺設 我覺得大家在一起啊 聽起來更可以明顯感受到 同一首歌它的氣場有做變化 很像是同一支樂團的演奏人數 還有樂器突然倍增耶 如果有預算的話呢 還是會建議你搭配重低音 但你們知道喔 它擺在這個位置 是因為我要拍片給你們看 對方 它不是一個真正聽重低音最好的位置 但其實今天整支影片呢 你們聽到的都還是你們裝置的聲音 建議你們到音響店去試聽 用身體直接感受這個小尺寸的爆發力 其實音響一直是我自己 很喜歡開箱的一個類型 因為我在各家品牌 都可以看到他們想要穿搭的設計理念也好啊 或是對他們音色的堅持也好 也可以看到他們很努力的 就是讓我們這些數位原生組群 感受到說 欸這家看起來蠻現代的喔 欸這家推出了很多無線產品 或者是欸這家的APP 嗯看起來有努力了 但是如果你們再聘一個少年來調一下 會更好之類的 會看到很多東西超有樂趣的 好我們講回來CAPJAR的音響 你看它機身上面有寫 Design and Engineer in the UK 可以感受到在製造上 還是非常的堅持原點啦 想要聽好聲音的話 雙聲道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智慧音響啊 或者是單聲道音響 就是嗯聽起來真的不一樣 但是我們就是習慣用手機聽串流平台啊 聽音樂啊看影片啊 我們肯定是希望可以延續這個習慣 然後在這個前提之下 再去提升我們的音樂體驗跟娛樂享受 CAPJAR是一個有歷史的品牌 那我想它願意持續更新無線產品 然後推出各個價位帶產品 讓大家做選擇 也代表它有一顆創新的心對吧 講遠了 建議大家去聽CAPJAR的音響 這位優雅又犀利的英國人 會讓你愛上他哦 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